1995年 广西师范大学与越南胡志明市师范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互派师生任教学习 广西师范大学的越南籍教师吴慧君是首批来广西求学的越南留学生 现在的他依然对当年的跨国求学路印象深刻 吴慧君出到中国的几年 觉得往返中越两国非常的遥远 从越南老家平阳省来桂林求学的交通很不方便 每次放假回越南的家里或者重新回国签证 吴慧君都不得不每隔半年跑一次跨国马拉松 辗转乘车到胡志明市机场 乘飞机到河内市留宿一夜 次日再乘车经友宜关抵达南宁住一晚 第三天继续乘火车才能到达桂林 2000年开始 中国的交通就很大的变化 我们从桂林回到越南也方便多了 当天就可以回到家 1997年 吴慧君与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老师 洛明蒂成为了一对中越夫妻 之后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每当节日和女儿过生日时 吴慧君都会在餐桌上摆上越南传统的凉拌菜 春卷 糖水等食物 至今 吴慧君也经常在家中 做中国菜和越南小吃与家人分享 吴慧君来中国球鞋定居桂林的故事 是广西师范大学与越南留学生跨国师生情的一个缩影 在广西师范大学律才校区越南学校纪念馆附近 一株由越南政府前副总理阮善仁捐种的桂花树 与树下捐克中越人民友谊之树长青的原石一起 见证了一段过往岁月里的中越友谊 广西师范大学越南学校纪念馆原馆长阮中元退休十余年来 依然热衷并关注纪念馆资料整理工作 接待一些校友等参访人员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一代又一代的越南青年 踏着父辈的足迹来到广西师范大学留学 越南留学生在师大读书期间 甲节育都喜欢到我家住越南的春卷 我住桂林的米粉给大家吃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无声动响 所以又是一个饮食交流又是文化交流 大家这个甲节育过得非常地有乐趣 暖阳下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 由中越两国学子栽种的树木一片繁茂青葱 中越友谊也如同这些树木一般 茁壮成长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